25歲的時候我就會幹大事 所有人都會知道我是台灣人鋼鐵人 對 台灣鋼鐵人就是我孫安佐 孫安佐日前被爆在泰國吸食毒品私闖民宅 還脫褲裸露下體被當地警方逮捕 2號上午他接受媒體訪問 澄清外界質疑之後 晚上再開直播透露25歲要幹大事 合法的國家做合法是有錯的嗎各位 因為大媽只會讓你變得更聰明 當然需要禁止這一切 所以政府才可以繼續掌控我們台灣所有人 懂了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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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5歲的時候我就會幹大事 所有人都會知道我是台灣人鋼鐵人 對 台灣鋼鐵人就是我孫安佐 只是你們還不知道在我腦子裡的計畫跟藍圖 當我說中文的時候我就會變得很溜 溜到每個人都會覺得我課藥 覺得我抽嗨 覺得我需要去看精神病 我直接問號我需要看精神病嗎 佐治上半身面對鏡頭 孫安佐即興唱饒舌 直言台灣人一直刺激我底線 更放花25歲要幹大事 網友也直言暫時斷網先放空吧 好好休息慢慢找到屬於自己的步伐 好生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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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